院長說那個不願又不承諾停電,然後罵小陽灣是那個街頭小問問你,你有什麼看法? 這個就是這樣啦,人也是有情緒啦,但是很顯然嘛,因為這就是不必要的口水戰爭,我認為是不必要口水戰爭,但是這樣啦 一開始說停電不是缺電,我知道下一個名詞,限電也不是缺電 我們現在台北市明明那個一大堆,我們台北市政府有核發建造下去,所以現在蓋壓去跟他講說,電不能給你,或是電子能限制 哇這事情都大條了,這個我大概最近有在約要去見那個神聖副院長,這個問題還是要緊急 你整個台北市怎麼會沒有,你說停電不是缺電,限電難道限電也不是缺電 明明就是我們建築蓋下去,那電沒有,這個是要解決啦,所以我到底這樣啦,口水戰沒有用 很務實的把問題解決比較重要